大家好 我是玉妮 然後我是代表醫療師家 醫療師家 算我不是醫生 但是我是藥師 藥師 然後這個是我阿公出的一本書 阿公 因為阿公是民國七年出生的人 一百年 一百歲 然後那時候因為在台灣 還是日治時期同志的孤單 然後他在高中的時候 畢業後還會到日本去唸書 那一定很會唸書才有辦法 對 阿公那時候就是在 長崎營醫學大學唸醫學系 阿公那時候就是畢業後 就在長崎醫學大學的 複蛇醫院當醫生 那時候就是二次世界大學 不是持續了好幾年 然後剛好在1945年的時候 剛好美鍋子 不是在長崎跟廣島 投下來兩顆原子彈 對 然後那時候阿公剛好 就是在長崎醫學大學 那邊當醫生 對 他就在生化現場 他距離投下來原子彈 只有700公尺 怎麼可能 700圓爆點 對 他在圓爆點700公尺而已 我們有去過那個地方 然後阿公後來就是回憶起來 跟我們說 他當時候就是 看到一道閃光 然後整個天空很像香菇 就整個爆炸 對 然後阿公就趕快 躲到一個柱子旁邊 然後他就再來就昏迷了 過了三個月 不知道為什麼就奇蹟似了 就蘇醒了 對 然後他蘇醒後 就是就有聽說他的朋友 還有他以前的同事 就大家都 很多人都擋場就死了 沒有一個是 對 那個找到人是燒成一堆白骨 然後有一些人是沒有死掉 但是因為身體有一些輻射 所以後來也慢慢就過世 後一陣什麼的 對 然後可是阿公不知道為什麼 就非常奇蹟似的 就是活了下來 然後他就在日本 休養了一陣之後 然後就回到台灣 然後因為我們是 我是嘉義人 然後他就在嘉義開設了一間診所 喜歡吃綠豆嗎 喜歡嘉義綠豆人 嘉義綠豆 嘉義綠豆人 嘉義綠豆人 對 他有個性很煩 他講煩的 綠豆嘉義人 綠豆很愛的女生 好喜歡他 對 阿公那個輻射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阿公在年輕的時候 因為身體還有一些輻射 那麼近 身上有累積上的輻射 但他其實沒有造成 他身體的一些傷害 沒有 對 那他這樣搭飛機什麼的 對 他搭飛機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過海關會叫 BPP 然後人家想說 你是不是有帶炸彈 綠色有帶炸彈 在他的體內 對 我們藝人界也有一些 過海關也BPP 會帶到裡面帶手套 檢查才知道 六七顆 對 那個叫做 ROO 是 算了 他有帶一些彈珠在身上 對 阿公就是 從小他就一天抽兩包鹽 然後他又被核彈炸過 炸過 對 然後他都沒有發生任何癌症 然後也沒有散告 然後後來 最後活到98歲 而且他還就是受福這麼多人 天選之 對 真的 這才真的是天選之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 日本這些事結束後 他就想說那就回台灣去當醫生 繼續當醫生 所以他就在嘉義開了一間 中央醫院 對 然後在那邊的時候 剛好阿公又非常不巧的 遇到228事件 因為那時候 在看診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人 他就全身受傷 然後跑去找阿公 然後請阿公幫他醫治 因為那個人 醫生的責任就是醫治 他都會管 對 然後那個人好像就是 可能當時候有捲入228事件的 一些政治 對 然後他就是有被追殺 然後他到 他就是跑進去阿公的診所 請阿公就是救他 妳又幫他醫治 對 阿公就幫他 阿公也沒有管什麼 就幫他醫治 就被當成是政治犯 對 然後反正過了一陣子 就有人來把阿公抓走 就說 你是不是把那個人藏起來 你為什麼要救他這樣 然後阿公就說 沒有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我做醫生 難道見識不救 沒有人 醫生的天職 他就是活人濟世 救人嘛 對不對 這個很重要 阿公就被抓了 對 他就被抓走 冤獄 當時候就是被送到中山堂 要去做審判 然後可能過一個禮拜後 要被槍斃 他的阿公又非常運氣好 遇到以前他嘉義高中的同學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把他 就把他又把他救出來 對 所以阿公又 對 阿公就又奇蹟似的活下來 阿公身上很多奇蹟 然後所以就是 因為阿公就是因為 都是在行醫 然後所以 我們阿公有生七個小孩 然後所以幾乎就是 大家都是從事醫療行業 不管醫生 藥師都有 全部 幾乎 到我們第三代 就是像爸爸 就是阿公生了七個小孩的小孩 也幾乎都是從事醫療行業 醫療相掛 對 對 就是 就像照片上看的